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单亲妈妈带着儿女为死去的丈夫举办一周年忌日 谁料下一秒,丈夫竟活生生地出现在家门口 当年的穷光蛋丈夫不仅成了亿万富翁 还成了整栋公寓的房东 有权决定母子三人的去留 五进死而复生,贸然出现在一家人面前 随着她的现身,夫妻俩结束婚姻的原因也浮出水面 五进是个不安分的男人 婚后一心想着创业 可她干一行,倒一行,人到中年一事无成 最后一次创业,五进想开一家小吃店 妻子选择再相信她一次 拿出所有积蓄又借贷款 勾住一致将小吃店开了起来 小吃店生意很好 一家人对生活有了盼头 每天都激进营业 希望生活就此安稳下来 谁料五进之前创业欠债的债主找上门来 要不到钱就疯狂打砸小吃店 也打碎了一家人的希望 美莱对爸爸失望至极 愤怒之下将其赶出家门 就这样,妻子爱妍和五进办理了离婚手续 五进自知对不起妻子 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给了爱妍 二人分别时,爱妍放下狠话 她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有两个孩子 希望五进不要打扰母子三人的生活 十年后,母子三人在新闻上看到了一起车祸 一眼认出出事车辆是五进的 他们以为五进在事故中丧生 没想到五进不仅没死 还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新房东 见亲爹变得富有 儿子殷勤地上前 美莱和妈妈却冷冰冰 为了跟这个男人划清界限 母女俩决定立刻找房子搬出去住 五进没有过多解释 为了和母子三人成邻居 她使用超能力着手装修发生火灾的房间 很快五子焕然一新 五进又在商场买买买 不管价格贵不贵 只要她看上的,大手一挥就拿下 儿子被爸爸的超能力吸引 不仅积极帮忙搬家 还在朋友圈各种炫耀她 有个有钱爸爸 相比爸爸的潇洒 美莱和妈妈的情况很不乐观 两人在爸爸面前信誓旦旦地保证周末就搬走 可一连找了几天 以他们所能承受的租金 根本租不到合适的房子 看热闹的邻居也掺和进来 对五进议论纷纷 他们都知道五进当年是个穷光蛋 现在成了亿万富翁 众人纷纷猜测 五进报复的原因 炒股比特币都有可能 一直怀疑前房东死于纵火案的眼镜男 却认为五进很有可能就是纵火的嫌犯 一位老先生也觉得五进很眼熟 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 邻居认为 以前大家都住在附近的社区 说不定彼此见过面 觉得眼熟也正常 但老先生觉得似乎哪里不对劲 胖邻居八卦爱言 摇身一变成了公寓的女主人 爱言哭笑不得 成会很快搬出去 胖邻居提醒他 不要忘了好好敲诈一笔抚养费 毕竟那个男人现在付得流油 爱言不关心这些 只希望母子三人的平静生活不要被破坏 不料走到门口 五进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五进询问爱言 为何不问问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 爱言表示并不关心 跟自己无关 可五进不放弃 追问这些年有没有想他 爱言注视着眼前的男人 神情又爱又恨 五进继续发力 称他们可以住在这里 不收取他们的房租 爱言看着为数不多的银行存款 忧心只要搬一次家 这点钱都保不住 女儿身上的担子会更加沉重 爱言想的没错 每来这段时间焦头烂额 工作繁忙 加上房子没有着落 导致他每天忧心忡忡 走进公司还忙着打电话 没发现跟他一起乘坐电梯的男人 就是那天将他送进医院的太平 太平见美来心不在焉 帮他按了楼层按钮 直到走出电梯 也没跟美来搭话 有人暗中帮忙 就会有人在明面上捣乱 这天前男友突然出现在公司门口 美来不厌其烦 正想办法打发他 谁料前男友突然大喊一声吸引众人事件 等围观人群越来越多 他走到美来面前 告诉美来 现在他要跟美来分手 前男友认为恋爱结婚顺理成章 美来却指恋爱不结婚 给他造成了伤害 完全不提确定关系之前 美来就明确表示不结婚 美来看着围观的同事 尴尬的无地自容 为了摆脱渣男 他也大喊一声 只要前男友别再来纠缠 他愿意当被甩的那个 前男友离开 美来气得暴走 不料走得太急 不慎摔倒 就在他起身打车时 骑着自行车的太平突然出现 要载他一程 刚才太平也目睹了那场闹剧 见美来暴怒离开 他赶紧追了上来 太平将美来带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并以上厕所为由 给美来留出消化情绪的空间 等太平回来 美来认出他就是那天 送自己去医院的人 当时他走得匆忙 医药费还是太平垫付的 他想归还医药费 却发现钱包空空如也 只能保证会尽快转过去 太平地上窗壳贴 让他先处理腿上的伤口 美来礼貌感谢 并未深究太平关心他的原因 美来回到家 他还不知道母亲心中动摇 带着妈妈出去看房子 这次的房子各方面都很好 美来很满意 妈妈却嫌物业费和电费贵 美来不满妈妈的拖拖拉拉 怀疑妈妈跟弟弟一样 被爸爸的财富吸引 不想搬走 母女俩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为了发泄情绪 爱言去打棒球 可脑海里一直回想 丈夫出现的一幕 不想再被这个男人影响生活 他当即约丈夫出来见面 天色已晚 妈妈还没回来 电话也无人接听 美来跑出去找妈妈 此时夫妻俩正在餐馆喝酒 爱言质问武进 是不是买下公寓的时候 就知道他们住在这里 武进哈哈大笑 自己又不在情报局工作 在这里遇见他们只是凑巧 然而爱言一眼看出武进在撒谎 因为武进每次撒谎之前都会哼一声 现在旧席未改 被拆穿的武进钻住爱言的双手将人拉近 承认买下公寓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住在这里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跟家人们在一起 他询问爱言是不是想再次推开他 心里仍然埋怨他 至今无法原谅 两人拉扯之际 美来匆匆跑来大喊放手 就在美来愤怒朝爸爸冲过去时 半路杀出过程咬金 一脚将武进踹倒在地 英雄救美的男人正是在楼上授课的太平 太平关心爱言是否没事 爱言却一把推开他 紧张地查看武进的状况 反应过来两人是美来的父母 太平很尴尬 美来气愤贸然出现的爸爸 再次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气得冲上前将刚刚站起来的爸爸推倒在地 与此同时 喝完酒的老先生 看到前面有两个醉酒的人互相搀扶 他突然想起来在哪里见过武进 公寓发生火灾的前一天 他也在这个酒馆喝酒 出来后 看见一个男人搀扶着喝醉的房东往前走 等那人回过头来 他清楚地看见 对方正是以新房东身份出现的武进 本期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